探索一乡他国的神秘趣事,记录不一样的人文风情 平时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缩头乌龟这句名词 其实这句话的来源就是乌龟 因为每当乌龟感觉到身边有威胁时 它就会情不自禁地把头缩进乌龟壳里 不过在我们的印象中,几乎所有的乌龟都可以把头缩进壳里 那么你见过不能把头缩进壳里的乌龟吗? 巨蛇颈龟是澳洲最大的蛇颈龟品种 一种生活在淡水湖泊和沼泽之中 这种乌龟就和它的名字一样 有着一条长长很像蛇一样的脖子 脖子的长度几乎超过了身体的长度 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乌龟 不过巨蛇颈龟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无法把头缩进乌龟壳里面 因为一般巨蛇颈龟的脖子长50多厘米 脖子比任何一种乌龟类的还要长 也正是因为它脖子太过长的原因 每当巨蛇颈龟即将面临危险的时候 它也无法当一个缩头乌龟 只能伪装成毒蛇的样子下退烈食者 不过这么长的脖子也并不是没有好处 对于巨蛇颈龟来说 脖子长也方便捕食 它们在水中会采取前行或者袭击的方式 每当有猎物从它们的身边经过时 巨蛇颈龟就会突然把头部弹射出来 一口就能把整个猎物吃到嘴里去 所以对于巨蛇颈龟的脖子长度来说 捕食相对来说也比普通乌龟更容易 怎么样小伙伴们 看完视频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关注我们观看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